接下来是个好消息 我国除了透过COVAX平台取得AZ疫苗之外 指挥官陈时中更证实了 我国也已经跟美国莫德纳药厂完成签约 将会拿到500万剂的疫苗 但由于现阶段疫苗吃紧 这到过时程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握 而根据我们了解 这莫德纳疫苗的有效率是94.5% 比辉瑞疫苗来得更高 目前预计了首批的疫苗会在年中抵台 而针对外界关心 总统会不会优先打疫苗呢 陈时中透露说会尊重总统的选择 但厂牌没办法挑 小年夜一大早指挥官陈时中 终于笑开了 脸上挂着满满笑意宣布好消息 莫德纳疫苗我们已经签约了 前一天才说 最近要跟另外一家厂商签约 9号晚接美国莫德纳药厂 就主动宣布已经和台湾政府 签订疫苗供应协定 将提供500万剂疫苗 不过因为莫德纳疫苗 还没有被台湾获准使用 药厂已会和我国合作 确保疫苗施打前通过紧急授权 年终就会开始配送疫苗 时程还有最后的一个确定 那当然现在的疫苗都吃紧 那所以那个时程 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 在年终应该都没有问题 整体而言 在跟莫德纳恰购的过程 都还算顺利 根据到界我国对于国外的疫苗采购 未来会采取分短运送来台 第一批会先拿到COVAX平台首播提供的 二十几万剂AZ疫苗 接着从年终开始 还会有莫德纳疫苗分批送到台湾 但外界关心 各国都是总统带头先打 后来总统蔡英文 是否也会打到全台第一针 另外有不少医护人员 不愿打保护力比较差的AZ疫苗 是否可以等到莫德纳疫苗抵台后再打呢 那不是直接选 就因为你到货的时间各有先后嘛 那我们就先到你就选择 那如果你这一批你没有打 那下一批到你的优先顺序还是一样的 眼看疫苗到货时间逼近 如何安排每一个族群照顺序打疫苗 也成为接下来的考验 这条明事的报道